赶快再来关心气象局的最新记者会 就以今天一整天到下午2点半的累积雨量 我们可以先从图上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所提这样明显降雨的地方 而今天零点到下午2点半最大雨量 是出现在屏东的春日 466.5毫米的降雨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地方的雨量不小 这些地方的雨也持续在下 至于从昨天一整天到今天下午2点半 最大的雨量出现在屏东春日 615.0毫米的降雨 其中高雄茂林还有嘉义的主体雨势也不小 那昨天到今天很多地方都降了 450毫米以上的时雨量 最强的时雨量是出现在今天 屏东三地门有81.0毫米的降雨 而且台东 嘉义 高雄 台南都有出现 60毫米以上的降雨 提醒大家其实这些地方的雨持续在下 我们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到 目前梅雨封面仍然滞留在从日本南方海面 向西南延伸经过台湾上空 一直到华南沿海 梅雨封面上有旺盛的堆垒云系在萧萧长长 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上空以及上游地区 是被旺盛的堆垒云系所覆盖 而这些堆垒云系正影响台湾地区 那我们再来看更细的资料 从雷达资料也可以看到 一坡坡比较强的雷达回坡一进陆地 我们从这些在有颜色的雷达回坡上看到 就是暖色系的话就表示 这些地方不论经过海面或是陆地 都会给当地带来瞬间的强降雨 闪电 雷击和强阵风的现象 所以目前在我们的海面上 以及陆地上就剩一坡坡的强降雨离境 所以这些地方的雨势会一直持续下去 今天白天是最明显的时候 我们预估的降雨量 从我们定量降雨预报来看 从这是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8点这个图 以及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清晨2点的图 以及明天清晨2点以后的预报图 从这些雨形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降雨是最为显著的 尤其在中南部的山区 那至于明天清晨以后 中南部的山区仍然会有段序的比较大的雨势 不过明天清晨以后到白天以后 随着封面我们预估在明天白天以后 其实西南气流就逐渐减弱 而且封面会逐渐难移到巴塞海峡 所以只剩下越南边的地方 天气是越不稳定的 依据今天降雨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 从豪雨特报区域图上可以看到 除了花莲平地以外 其他地方都是我们豪雨特报的区域 大部分地区都是有大雨或豪雨 在豪雨的部分 在我们苗栗山区 台中山区 南投 以及台南地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 另外在嘉义山区高平的平地 会有豪雨或是大豪雨 那当然最大雨量的地方 就是在高雄山区和平洞山区 可能会出现超大的豪雨 雨正在下 尤其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很强对的云气一进 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瞬间的强降雨 闪电雷击强阵风的状况 这些剧烈天气可能会给很多地方带来 甚至不变或是灾害 这部分请大家留意 那我们要提醒的 这种雨下在山区 因为过去几天 山雀土石已经很松软 这种雨再下下来的话 可能会造成落石 摊坊土石流这些危险 另外在平地和都会区 也要小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不方便 而且这种雨下下来 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线 所以大家在交通往返的时候也要小心 再来就沿海地区会有大浪以及强阵风 还有现在刚好是大潮的时间 所以在满潮的时候 这样的降雨不太容易排到海面 尤其像西南部沿海地区 更要小心会有淹水的危险 依据这样的豪雨的天气气象局 已经强化了预报资讯的发布 所以在未来的时间 我们每三小时会发布定量降雨预报 以及云量预估 另外随着旺盛队流营气 对我们不同区域的影响 我们也会发布豪雨 感谢观看